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30号 今天一早啊 中共发布了江泽民的死讯 实际上呢 我的几个爆料来源呢 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已经告诉了我江泽民的现实状况 因为什么呢 大家关心二十大的人事布局嘛 尤其是江派会有怎样的动态 所以江派的共主江泽民的实际情况 大家都很关心 那么几个可靠来源呢 后来都共同指向了江泽民的 宾死状况 在二十大结束一段时间 一直到十一月初江是已经快死了 因为他是多脏器同时衰竭 他年纪够大的了 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接受器官移植 于是呢 王也平就叫近亲到上海 分三天来会面 都看一下 就是告别了 因为他的家族影响力都很大 每一个亲戚呢 后面都是一大圈人 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就传出来了 那么当时加上通知习近平啊 通知中办呢 因此在高层和内部这个圈子啊 不少人已经知道了 按照规矩 习近平是要去上海看望的 但当时习呢 是已经预备展开二十大之后的 一轮外事活动 包括G20 所以说呢 他等他出访回来 如果国外的疫情没问题 他就直接去上海 有问题就再等等 所以呢 江泽民呢 就被插了管子 等于是等待中央的通知 实际上是已经是魂扑都没了 这一把管子人就死 习近平回来之后呢 在中南海隔离了七天 原计划是月底前呢 去上海的 这看了之后啊 看了江泽民之后 走向这个过程 然后宣布死讯 实际上中半已经在准备到辞了 估计呢 是会弄到北京来搞葬礼 现在正在研究这葬礼 是在人大会堂开呢 还是在八宝山岗 八宝山岗唯一的好处呢 就是如果疫情严重的话 那边可以相对控制的好一些 但是现在出了一个 乌鲁木齐大火的事 这后续反应啊 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 延展出去的那个群众聚集示威 已经迅速的从要求解封 上升到了中共下台 习近平下台 中央已经初步定义啊 是什么呢 定性叫恶性反党事件 目前是怕刺激群众运动 在此升温 以及啊 现在咱们看着外国政府的反应 中共现在心里没有底 尤其是这次还有很特殊的一个表象 就是什么呢 海外留学生的突然变化 这个让海外中领馆啊 很措手不及 那一直认为这个控制的很好的留学生啊 控制的很好的学者团体 怎么突然出现这个变化了呢 这个要是处理不好啊 包括对中央领导的子女 是吧 还有中共海外长期布局啊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事儿压下来 缓和下来 准备先从网信办和公安部 国安部联手啊 通过监控啊 查手机资讯啊 从这开始来了解运动的脉络 初步呢 他们说定义为什么 先说是恶性政治口号 还没有往这个事件这个定义上考 很有可能最后是跟香港反送中的处理方法一样 抹黑分化 在用街头高压 逼迫运动降温 但实际的问题依然存在 各地小规模的抗议啊 也在存在着 特别是你看对乌鲁木齐 广州 郑州等省会城市啊 都进行解封安排了之后 哎 老百姓不散 部分区域依然存在抗议和抗议的苗头 这就让中共高层很担心了 在网信办的指挥调度视频会上 启动了一个一级应急响应 它的预防重点时段呢 就是乌鲁木齐1124的头期 担心全国各地形成新一轮的悼念示威活动 因此把江泽民已经事实上的死亡给公布出来 分散群众和网络的关注度 这就成为了一个有效的政治工具 特别是江泽民的死讯嘛 本身就会引起比较大的争议 所以老百姓是一看他死了是来不来啊 都有个想法 如果没有习近平的倒行逆事啊 这江泽民执政期间做下的很多坏事 都是让人厌恶甚至是痛恨的 包括出卖中国领土给俄罗斯 导致现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很大程度上 那就是江的既定麦国夫政策的延续 咱们回忆一下 跟朋友们一起回忆一下 这普京为什么接受这个央广台长 盛海雄采访的时候 他上来就说 中俄关系的关键就是要维护中俄睦邻友好关系 他然后赞赏习近平给这个条约 友好条约延期 为啥呢 就是因为这条约的内容 就是出卖领土 这是江泽民签订的出卖领土的条约 这条约不仅承认历史上不平等条约 就说咱过去历史上打不过你 是吧 土地割让给你了 就连那没有条约的 打都没有打的 被俄罗斯强行占领的 像唐努无良海啊 是吧 江东六十四屯 还有库业岛啊 咱们说啊 那叫什么 那叫有先例 有国际法依据的 完全可以要回来的土地 是吧 那江泽民送了出去了 所以普京也知道 是吧 要先确定那个协议的延期 确定这些土地啊 中共拿不回去 归属俄罗斯 至于习近平为什么要答应延期呢 他跟这个江泽民什么关系这么忠诚啊 一会咱们再简单的提到啊 大家不要急 另外这个习近平对台湾打导弹啊 搞这个跨中线野袭啊 威胁台湾呢 那也是不江泽民对台湾武力威胁的后尘 台海导弹危机谁搞出来的 江泽民们 当时江泽民在美国航母的这种威慑下 答应了三部原则 哪三部 其中有两部 第一导弹不飞台湾头顶 第二海军不过台海中线 所以就很有意思 对于中南海来说啊 过不过中线这一条就成了一条 判断党魁对于台湾问题够不够硬 这么一条党内规矩 咱们知道习近平是乐于冒险过中线 是吧 显示他的强势嘛 所以为什么这样显示呢 就是因为江泽民在前面的铺垫 你不敢过 我过了 我比你厉害 那么迫害法轮功也是 迫害法轮功啊 不仅重开了文革前大范围迫害杀戮国内民众的恶行 更是通过像什么610办公室这种组织形式吧 恢复了文革小组这样的法外机构 这一招后来习近平学去了 发挥成了什么各类的领导小组 他当小组长 是全面毁坏国家的管理机构 毁坏了法治基础 有些人被这个江泽民时代的那个经济繁荣假象所蒙蔽了 实际上这种表面的繁荣 它是带来了危机四伏的中国的未来 甚至也直接导致了 你看习近平现在说他这么恶 他只能够通过强力政治手腕为中共虚命 他手上的选项 你被你江泽民折腾的差不多了 他手上选项不多 几句话 就是想告诉大家 不要有个误区觉得江泽民 习近平比江泽民恶 比他坏 所以就应该回头怀念江泽民去了 朋友们 他们是中共吞噬人民 毁灭世界的齿轮中的两截 他们是罪恶的连轴转 少谁都不行 好 咱们今天回到今天的主要话题 这个插管续命的江泽民 被最后八管正式宣布死亡 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来冲淡乌鲁木齐投期的悼念气氛 了解江泽民之恶的人 不愿意在这天出局 被人误会嘛 我说我是悼念乌鲁木齐投期的 你说不是你悼念江泽民 他不乐意了 不出来了 即便是有些朋友认为 他有一些想法 认为可以利用江泽民悼念的机会 就如同咱们这历史上知道 四五运动给周恩来悼念 六四运动给胡耀邦悼念 跟这一样 形成个群众运动 其实你就这么做 你也等于被中共利用了 为什么 这悼念周恩来和胡耀邦 这两位人物 咱们说周恩来 现在很多人渐渐了解 他为人之阴险了 但是多年来 他是被当作党内道德楷模的 老百姓把他当好人的 那胡耀邦更是党内少见的政治开放 对民族有担当的政治人物 所以悼念这两位的时候 你想 那人民呢 他是想什么 中共有所变化 有所改良 是对中共和未来是抱有希望的 但是悼念江泽民呢 甚至你寄希望于此 借此发动群众运动 朋友们 那就错了 相对白纸革命的民主自由 反独裁 中共下台的政治诉求 你再利用江泽民这个党魁来搞诉求 那是一种倒退了 就变成了继续希望中共好 继续希望中共带来经济表面好处的执政的 那你这不一下子就上了中共的当了是吧 所以说很有意思啊 就给江泽民把管 不出来悼念 就淡化了乌鲁木齐 这个大火头漆和白纸革命的势头 你出来悼念 目前已经发生的群众运动的政治诉求和道德高度 高度的迅速回落 变成了群众继续依赖中共的纠错改革的幻想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你看这人 有的人死了 他还能继续害人 也算奇葩了 那么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就是什么 就一直以来不少人幻想的 习近平可以清算江泽民 这些年啊 众多国内政治事件也的确围绕着习江势力的矛盾展开的 但实际上 他们只是执政集团内部的利益之争 只是中国的那些中共官员们为了利益和保全权力 不断的站队表忠心 谁党老大跟谁走 墙头掳尾 双方争夺力量之争 归其根源 习江两人都是中共魔鬼的两个化身而已 而在习近平形成自己的权力全面掌控之前 他确实是扎扎实实的江曾派系的一枚最关键的棋子 是江泽民想延续其权力而重点培养的接班人呢 一句话 江泽民之习近平之恶根源在中共 而实现其恶的手段和道路呢 是江泽民一手打造 2007年 习近平当上海市委书记 这是他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决定中国后来政治格局的这一步怎么来的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故事和究竟 那么决定现在这一切呢 竟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004年3月金正日访华开始的 就很有意思这事闹的 那大概是什么 2004年3月18号、19号 金正日是从北京去上海 他要参观浦东新区 晚上想学中国的改革开放吗 是吧 上海怎么挣钱呢 当时啊 就是常务副总理黄菊陪同的 参观的时候 金正日发现黄同志 你走路不稳呢 你是不是摔倒了 金正日还出手扶了黄菊一下子 问他脸色怎么发黄 是不是肝不好 结果你看后来呢 这不嫌事大的这个金正日啊 就给胡锦涛打电话了 胡锦涛打完电话 他还给江泽民这边的人也打电话 说黄菊同志是不是身体不好啊 需要检查呀 然后呢 你们就不要再让黄菊陪我了 这胡江都很重视这个事 于是从北京派了另外一个副总理 去上海陪金正日 那这事就没完了吗 黄菊在胡江两人派出来的干部 等于是监视之下 做了全面检查 胡锦涛也希望知道 上海派这位干将出了什么事 那江泽民也想知道自己的手下 到底身体情况如何 能不能继续好好地用它 结果检查出来了 疑腺癌 这个时候江就开始动脑筋了 因为他2002年的承诺 是再干两年就把权力都交给胡锦涛了嘛 这2004年到了 这要交权了 交给谁啊 谁在后面的延续自己的权力呢 一时五月份的时候 他就把陈良宇给叫到上海来了 叫上海来干嘛呢 说黄菊身体不好 这个病很重 不适合承担常务副总理这样的繁重的工作 但是常委的位置不好换 你先进京 你先占个位置 然后做好准备 就这么来的 所以当时看个大家看 当时这个上海市委书记 这个出台之前的排局是什么 胡锦涛要推李克强 在中央接班当总书记 曾庆红呢 有自己的主意 他想要造一个王出来 他一直看好的是谁呢 韩正 不看好陈良宇的 但是江泽民现在决议要提地道的上海派系陈良宇上去 曾庆红没办法 挑选了谁 习近平 这么来的 到了再过了一个多月 2004年的夏天 曾庆红就到浙江的一个医院去做了胆囊炎手术 既没在北京动这个小手术 也没在上海动这个小手术 挑浙江医院去做的 干嘛呢 考察习近平 这一招很厉害啊 当然过去他们也有交道 都是红二代 在浙江呢 曾庆红待了一个多月 和习近平有的比较多的往来 他后来就在红二代这个圈子里面就说啊 习这个人为人宽厚忠诚厚道 在浙江看病的时候对他照顾的很好 啊 咱们就看看这个中共党困一个接一个的 都是对老领导宽厚忠诚厚道 是不是 一上台就不太厚道了 是吧 这是共同的特点 那么2004年10月份就开四中全会了 对吧 江按照承诺下去了 他提出召开会议啊 这会议大家去听呗 他自己没完没了 讲了两天啊 讲他的成绩 会议上他就点了两个人 一个是陈良宇 1946年生人啊 他做过做过什么什么 有什么样的贡献 一个是李克强 1958年生人啊 比陈良宇小适合做政府工作 当时就把陈良宇当总书记的接班 跑出来了 说将来啊 是陈李搭班 李克强是总理 你这下就炸了嘛 对不对 这个胡增温黄都震惊了 后来是他们联手搞掉了陈良宇 你既然想把陈良宇弄上去 我们几个一起把它搞下去 因为陈良宇知道自己上位后 这个人吧也是就膨胀 膨胀 对黄菊安排的事 他态度也变了 黄菊马上就感受到了 原来你市长听我市委书记的 现在你怎么了 知道我这有身体是干不了几年 活不了几年了 你已经到北京 窜到北京去了 他当一个病人 你知道他对这些更敏感 所以呢 他也想干掉陈良宇 黄菊的病情后来没有发展的那么快 后来稍微平稳一点 可以就是半天工作半天病休 胡锦涛为了李克强呢 更要去干掉陈良宇 所以呢最后呢 黄菊反而把上海的很多实情透露出来了 跟中央一联手上海社保案爆垒 把陈良宇干掉了 证据面前这个江也没办法 是吧 其实当时是黄菊是有一票 要保也是能保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江泽民把陈良宇抛出来太早了 被大家包括他的原来的亲信黄菊 一起给干掉了 这就是这么一个排局 那么故事来了 谁接上海书记 外界曾经传言说 胡锦涛是安排刘烟东去上海的 这都是假消息 实际上李克强在辽宁 李元朝在江苏 王阳在重庆 大家都认为韩正归结 但是在曾庆红的运作下 说服了江泽民 在浙江这个邻近的小省 排位靠后的习近平 接任了上海书记 当时呢江派也是像现在这个团派一样 已经瞅后面真是没什么人了 李元朝嘛也是团派的对吧 他不是江派的 虽然他在这个在上海 但是他李元朝在上海的是受排挤的 所以后来才从上海到了 到了北京到了文化部 这个上海的是有两派 了解上海这个集团力量的指导 像广东有两派 一派是客家人 一派是原来东枪纵队的 是不是 都是跟中国所谓革命史相关的 上海两派哪来的 一派叫柯庆诗 柯老是他这一支 这是中共号称建国列宁本人的老字号革命 老革命 后来在上海帮助江青搞这个样板戏 是这么一群人 他这一支就包括了谁呢 包括了汪道涵 汪道涵就是谁呢 江泽民的政治恩人 江泽民靠的是这一派 另一派呢 就是五十年代到文革期间呢 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匹显 这后来呢 咱们知道文革之后 他又去了中央担任政法委书记 是这个乔石的前任 到了中央干这个职位 那得通了天了嘛 是吧 所以力量也很大 他也提起来一帮人 李源潮还属于陈匹显提拔的 所以和江泽民同在上海 不是一支 矛盾很大 当时呢 胡锦涛是想推李克强 李源潮 但是李源潮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年龄有点大 他上复旦的时候就28岁了 挑选接班人 你得和自己相差十岁啊 你不能挑跟自己同辈人来接自己班 就不对了嘛 李克强58年的 李源潮60年的差不多吧 所以就想做推韩正 但是呢 江没有同意韩正做下一代接班人 同时呢 习近平从福建到浙江 先是省长 几个月后才当的书记 这期间呢 习近平非常着急 说好当书记的 书记任命怎么不下来呀 他着急 浙江好的寺庙还不少 然后呢 据说还很灵验 于是习近平就去那庙里算卦去 一算卦 呦 你是天子命啊 高兴了 赶快给他妈妈打电话 你快给我弄上去 后来呢 是什么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 给江泽民打了电话 才迅速的提为了浙江社会书记 这说明习近平这一家跟江泽民是说得上话的 所以习啊 后来是当了上海书记 但当了仅仅是七八个月 就进了金了 去北京 那么他的政治恩人曾庆红 把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都交给了习近平 你看习近平现在用的人啊 包括什么石泰峰啊 李淑蕾啊 是吧 这都是他在党校看上的 大家看 这一下子怎么进了中央委员了 这就大家很稀罕 其实早就考察过了 他就这么一条线 是吧 你这个李淑蕾这些人 石泰峰他原来在党校是很普通的干部 原来就是一般的娇严市主任呢 习近平认识欣赏给他带上去的 习近平这三十年的从政轨迹 从河北、福建、浙江、上海、党校 到清华独马列吧 这一线认识的干部 对当今中国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跟习近平自身的他的格局 和他的舰铁有关系 他看到的他信任的就是他经历过的 见过的这群人 再加上陕西和彭丽媛的这个 这个山东老家吧 中国政坛上遍布了 他这一路提拔上来的习家群 那么习当了上海书记之后呢 很快就请一位人物江泽慧 请他吃饭 这习近平非常懂得 这是当时很官场之道是吧 他感激谁 感激这个江泽民 但是他不会直接跟江泽民打交道 而是通过打点江泽慧来实现他的报恩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就是江泽民在二十大确定自己地位之后 新华社报道的习近平的重要社会活动 竟然首先就是给一个叫做国际竹腾组织的 非政府组组织提词发核心 既不是政党又不是一个外国政府 竟然是一个国内的非政府组织 国际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吧 他的这个办事处呢 是办事的这个地点是设在中国 你这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大家可以去看看竹腾组织的介绍就明白了 竹腾组织的主席就是江泽慧 这很明显啊 就是什么 就是二十大血腥斗争之中 习近平联手了他的老领导江泽民 彻底的清算了包含胡春华在内的 所有可能的接班人 和掌握那些实权的团派力量 这次江泽民去世的告人民书 除了一番对三个代表的歌功颂德之外 竟然也不失时机的把习近平的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加进了未来江泽民的到辞之中了 这中共这部吞噬国家和人民的机器啊 这两个齿轮 习将两个齿轮 在此刻不出意外的 咬合在了一起 好 朋友们 这个本来咱们是在会员网站的这个爆料节目 今天正好趁这个点 应这个景放出来 让更多人来分享 来了解中共这个体制之恶 那本来今天的爆料星期三节目呢 我们就找机会顺言 下次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中国的这些 所谓基因库核酸公司的问题 咱们也不会亏待会员朋友们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明天见